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杀人魔王的故事 黑色星期五 卷发女和朋友来到湖边度营 到了晚上卷发女和男友去散步 剩下小情侣浓眉哥和大波妹 以及一个单身汪眼镜男 浓眉哥和大波妹呢 在帐篷做羞羞的事 眼镜男酒喝多了出去方便 没想到丛林里冒出来一个面具男 将他给杀了 过了许久 眼镜男也没回来 浓眉哥留下女友出去找他 前脚刚走 后脚面具男就来到营地 将大波妹包在睡袋里 用火给烧死了 浓眉哥听到呼救跑回来 却中了黑衣人设下的陷阱 此时出去散步的卷发女二人 发现了一间小木屋 两人不怕死的走了进去 还没等俩人多好奇 就从地板冒出一把尖刀 一下下的刺中了卷发女的男友 卷发女看男友没救了 推开门就跑 跑回营地发现了受伤的浓眉哥 还没喘云气 面具男就来到身后 一刀将浓眉哥给咔嚓了 而卷发女自然也没好果子 过了几周啊 卷发女的哥哥胡扎哥来这里找他 虽然警方一直声称 这里没有发现可疑失踪人员 但胡扎哥却坚信妹妹在这儿 于是他开始沿着房子一家家的询问 第一家是一个老太太 请问你见过这个女孩吗 她失踪了 她不是失踪 她是死了 一句话让胡扎哥匪夷所思 又毛骨悚然 既然问不出其他的东西 胡扎哥只好离开 第二间是一间浓宿 里面住着一群来这里游玩的小年轻 开门人刘海妹十分热情地招呼胡扎哥 但房子的主人卷毛不太欢迎她 胡扎哥只好离开房子继续寻找妹妹 刘海妹显然对胡扎哥有好感 主动带着她去到湖对岸 晚上两人发现了内间临终小屋 但转了一圈 他们什么也没发现 正当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发现远处正有人靠近 两人赶紧躲到了屋外的船底下 只见面具男走过来扔下一句无头尸 直接将俩人吓到大气不敢出 近身的面具男很快察觉了异常 他拿着斧头掀开船 却发现根本就没人 于是转头扛着尸体处理去了 胡扎哥和刘海妹赶紧溜着大吉 却不小心出动了面具男 在森林布下的机关 机关连接着一间地下室的铃铛 而里面正好关着胡扎哥的妹妹卷发女 卷发女听到铃声想求救 这时面具男扛着尸体回来了 他也不敢再继续动弹 而这边胡扎哥和刘海妹回到了对岸 他们赶紧报了警 并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给其他人 但其他人都不相信他们 正争辩着他们发现 有几个小伙伴失踪了 有两个在白天出去坐船 到现在还没回来 一个刚刚去拿工具 结果一去不复返 想必他们都遭了毒手 一个黑哥拿着锅盖 准备去找工具房的那位 胡扎哥劝他别出去 但没拦住 没一会儿就传来黑哥的惨叫声 但屋内的几人怂得根本不敢出去 很快黑哥就没了事 房主卷毛开始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电话线被捡了 很快黑衣人潜入了他们的房子 将卷毛的女友暗中杀害 现在他们只剩下卷毛 胡扎哥和刘海妹三人 这时警察来到了屋外 正当几人庆幸来救兵时 警察也被刺中 三人赶紧坐上警察的车 准备逃亡 一具尸体从天而降 打碎了荡风玻璃 几人吓得四散而逃 落单的卷毛很快就遇害 而胡扎哥和刘海妹 在混乱中再次来到临终小屋 听到地板下传来一些异响 两人顺着声音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 并在里面看到了被锁住的卷发女 胡扎哥刚用斧头砍断锁链 面具男就回来了 他发现卷发女不见了被激怒 开始疯狂追击三人 很快解决了落后的刘海妹 剩下的兄妹二人逃到了一个木匠房 很快面具男也追来了 胡扎哥和他干了几个来回 就被打倒在地 就在他准备对胡扎哥下毒手时 一旁的卷发女拿着他妈妈的项链 开始安抚他 清醒过来的胡扎哥 用锁链缠住了他的脖子 面具男反应过来准备反击 但锁链被缠进了炸鸡里 卷发女补了一刀之后 他被拖进了炸鸡 随后兄妹俩处理了面具男的尸体 将他扔进了河里 但当我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 面具男冲出了河 抱住了精神尖叫的卷发女 所以看完后你还会到不知名的河边夜营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哦